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阳光明媚 风和日理 清空万里 云淡风轻 春暖花开 春意盎然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吃穷了 带香味的法式其实并不多 也就是那么两款吧 还有更多的 那我可能就闻不出来了 因为这里的品种 几乎上我都有吧 可能个别的老品种我没有 第一款就是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颗 叫做百合粒粒 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品种是 景天数的多肉 其实它不是 它是法式系列的 它是属于莲花长鼠的多肉 百合粒粒的叶片非常的厚 所以我们才把它以为好像就是多肉似的 实际这个品种真的就像多肉那么好养 比那些法师 常见的法师都要好养 非常好度下 有时候你甚至放在外边就是夏季露养 你就是让它正常的淋雨 它都死不了 你遮一下阴就行了 这是非常皮实的 一般保险起见 你就放在能遮雨遮阳的地方 哪怕让它多晒一些太阳 夏季那会儿它也是不太容易死的 一般就死不了 这个品种出状态以后是那种金黄色的 我们这里上状态还比较困难一些 这一个品种夏季那会休眠也不是特别深 如果说你确实想浇水的话 也可以在那温度比较低的晚上给点水也是可以的 你就把它当成正常的多肉来养护就行了 这一个品种对土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像我这一盆里面用的都是田园土 里面还混了一些那种珍珠盐之类的 为了让它增加脱水性嘛 所以大家养这个品种 你看怎么养了 你把它当多肉养 用那个70%的那种颗粒土来养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用纯田园土养也没问题 哪怕你用黄土养也问题不是太大 如果用黄土你得配一些那种颗粒 特别是珍珠盐或者一些火山石之类的 让它有一定排水性 不要那个水上面浇下去下面出不了水 那就麻烦了 这种是不太行的 再看一下这边这一颗 这一颗法式叫做冰蓉 冰蓉也是香味比较明显的一颗法式 这个品种你闻上去那个香味 其实还挺好闻的 我挺喜欢这个品种的味道 可以看到这个品种上色 现在边那会儿有点那种泛金黄色了 这个品种比百合粒粒相对来说容易上状态 因为这个品种它的叶子也没百合粒粒那么厚 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好养的 这个品种它的表皮那里有很多那种绒毛似的 所以叫它冰蓉 刚才我还喷过水 那个百合粒粒我也喷过 像这个你看我喷过去那些水啊 它就不沾在上面 因为表面都是有这种绒毛 它把那个水很快的就给刷下去了 这一个品种也不挑土 如果咱们想让它长得大一些啊 尽量用那些可粒粒少一些的 别把可粒粒用的太高了 用个百分之六七十 实际对它的生长不是太有利 眼前的这一颗叫做香腹法式 这也是容易造成大家误区的 有的人说这个品种也有香味 实际不是的啊 大家你仔细闻吧 它会有点类似于 类似于扫修啊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偏臭味似的 它又不是那种臭味 但是它绝对不香啊 所以这个品种 大家如果说你要养 你就谨慎一些了 你看情况 但它绝对不是香的 在网上面吧 还有一些人我看那些评论 有的人觉得那种少秀的法式 那个味道它认为都是香的 所以看个人对这个味道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清楚 这个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如果说你觉得那种 类似于扫修那种味道 有点淡淡的香味 那这个闻上去你就会认为它是香的 所以说因人而异啊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